最近天气热 台南有民众点了一碗综合豆花外送 但是打开要吃时却发现 在上面却浮了一层油 越吃越觉得很奇怪 拍下照片PO上网提问说 这个油到底是哪里来的呢 好 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却引来店家亲自解释了 说里头的配料花生就是原酥 因为花生的油脂比较多 要是没有马上吃的话 一定会出油的 后续更引发5000多人都在关注 让店家也吓了一跳 有莫的说花生受宠若惊 豆花搭配糖水各种配料 花生也是热门品上 这间花生用炒的 也有煮到迷迷桑桑的软花生 但夹进豆花怎么变这样 汤汁上泛着油光一点一点 民众惊讶这是油吗 喝的是甜汤又不是淡花汤 越吃越觉得怪 PO文求姐调出当时店家轻轨 点名配料花生是原酥 没马上吃一定会出油 因为花生油脂很多 其他业者也说出油是正常 花生在六大类食物中 属于油脂与坚果种子类 含油膏 网友表示不然花生油是假的吗 不少人就爱这滋味 看见PO文嘴馋笑鬼 等不到出油就吃光 在两个小时内 你没有马上吃 希望是能放在冰箱 花生会出油 加上外送等待时间拉长 出现浮油 当时店家也转发到自家社群 引起5000多人热议 店家幽默带花生回应 受宠若惊 民众长知识金箍 原来如此 记者黄富奇台南报道